將回到牛隊先發投手輪子錶當中 這個禮拜的中繼呢 純粹是讓他調整一下維持手感 這個球打成了左邊方向的平飛球 來看看這個飛球過去囉 就是一支平飛球的A打 這個就是威納斯 兩好球之後 只是沒有絲綢的本錢 又是一個內角偏高的球 兩支球隊0比0的僵局 就這樣被威納斯一棒給敲破了 威納斯賽前其實也有跟 劉志森領隊來談到 威納斯今年的全球打 好像沒有過去那麼出色 不過在四局的下半 威納斯只是用全球打幫助 新動牛隊這邊取得了1比0的領先 也是威納斯今年球季才第五號而已 不過他本來就是 屬於做下半季會打得比較好的選手 去年在 看內角高球 縮著手臂 把棒頭加速 形成了一個阻礙的全力打 這就是新竹的特色 全力打強不是很高 加油 贏著領先 再來看一次這個球 拼飛炮 揮棒的速度很理想 這東西沒去接到 1比0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